所以基本上 念一下 悲心无称 大悲无称 诸言不动 就是说我们要修慈悲心 要以不生气为基本 我们要广结善缘 那你要自己如如不动 所以 借四摩心 才达到目的 所以我们做修行 不分在家出家 要让人家感觉到我们进步了 改变了 但是没有这些磨练 没有这些烦恼 你就进步不了 所以中国人说 石头要磨久一点 磨成圆 吃苦更多的人 才会柔和 才会文雅 所以老和尚永远很文雅 因为他们苦是在吃太多了 那我们呢 知识分子也好 年轻人也好 我们很容易指着 人家鼻子说 你对对措措 这就没磨练过 所以像你做过妈妈 跟小姐那是两回事 小姐可以有脾气的 妈妈是很有耐心的 因为你在小孩子身上 磨得会很惨 因为你没有小孩子磨 你就不知道改变 所以我认为 所以这些烦恼是可以帮助你 所以念一下 借是磨心 借这些烦恼的事 借了众生的事情 你才可以断烦恼 不然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好 谢谢你问题 再来 请说 海涛法师 您好 我也有在学佛 现在大概已经第二年 就是最近有学一些实修的内容 要观修 那我还没有开始 但是观修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打坐 我现在就是这个打坐双盘 我觉得还有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法师 打坐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 然后如何才能比较自如的双盘 谢谢 台湾有一位出名的圣言法师 讲了一句话 参禅不在腿 因为他怕别人执着那个双盘 我就很骄傲 你看我这两只 我说这边比较重要 这边盘得住 不生气 你已经很厉害了 不是腿 那没腿的人就不要羞咯 那只是说 在于密秤里面 有一些高级的观修 他要求 那个要双盘 因为他要有这个 修这个气脉 那是高级的 所以我认为你刚才讲 你现在才学佛两年 你在学观修 现在 可能 还不需要这么做 再一个我强调 在家有在家的修法 出家有出家的修法 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是把出家人的修法 叫给在家人 然后每天这边 四家行 五家行 拜到离婚 这样 因为他都不用照顾家庭 就每天就在这边 考试考试 家庭考试 然后他不能扯到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然后他就昏头转向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很小心 所以大宝法王 人家说 我修拜完了 拜不了十万了 那大宝法王说 那你不会找那个什么 十万被公德那天 拜几拜就十几万了 意思是说 你不要执着那个数字 比较重要 不是说十万拜错 十万是代表 我做了很多次的降服傲慢 尊敬众生 然后我拜十万 如果你拜了十万 然后很骄傲 你没拜十万 那反而是毒 对我们不好 执着吧 所以我认为观修 是大乘佛教的重点 我们汉传叫子观 然后在藏传叫观修 然后他是必须要 要发起 有这种真实菩提心的观想 可以练习 但是不要有求太多 你刚刚讲的双盘 我也不会双盘 你看我都坐在 两只脚放在下面 因为双盘对我太痛苦了 因为我每天在台上 要坐这么久 但是我认为 心态很重要 因为菩萨道 所以弥勒菩萨 为什么一直脚放在下面 一直来说 不要断烦恼 不要入禅定 要随时帮助别人 所以我想法门的问题 所以观音菩萨 地上菩萨都不双盘 那为什么 一只脚不离开众生 你要时时刻刻 要想要帮助众生 而不是管到自己的双盘 这样 所以我想这一点 善知识很重要 就是说 到底你适合修什么 有一点我必须强调 千万不要看电视修行 千万不要看网路而修行 修行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 必须要他了解你 不可能看电视 你的病就OK了 隔空医疗 但是现在为了方便的 透过网路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修行 然后每个人都变成 一种平头点 好像大家都一样 佛教不是 佛教是根据 所以佛陀讲 为什么佛陀讲这么多法门 因为不一样的众生 有不一样的根气 有不一样的烦恼 有不一样的方法 不能一种平头点的 完全一样的 把修行当作考试 小学 中学 大学 这个跟修行没关系 那个是知识 不是修行 这一点千万注意 修行是内心的改变 我现在问你 如果你很会双盘 却很会生气 有用吗 对啊 如果你不会双盘 但是你能够控制生气 哪一个重要 那这样就知道了 虽然我不会双盘 但是我不生气 我蛮慈悲的 那比你盘一百年都有用 但是修双盘 可以让你去调伏自己 了解生命的苦 这是有帮助 可以 我们只能说 没有关系 虽然我不能双盘 但是我内心很认真 希望我来世 从小就双盘 盘出来的 在妈妈肚子里面就盘好了 你可以发这个愿 我认识这种小孩 一生下来就是双盘 他的脚就是双盘的脚 因为这是他过去发的愿吧 但是双盘是个形象 那佛陀更重要 是透过形象 度众生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是个出家人 你双盘很好 很庄严 人家会觉得你修得很好 这个是个助缘 非常好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圆满 但是所以有惭愧心 比较重要 像我这一辈子的第一个法师 我非常尊敬的 是一位女众口级的法师 口级很厉害 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讲 佛说阿弥陀经 但是他虽然口急 但是他准备了很细的课研 慢慢念 然后他怕我们 他听不清楚 还copy给我们 所以我们很尊敬他 感动我们 而不是他的口才很好 所以我讲各有各的方法 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你刚刚讲 或刚刚问 先不要给自己 我很烦恼 我不能吃葱蒜 我很烦恼 我不能双盘 先把这个要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 就是要脱离烦恼 怎么会修行 变成你的多一个压力呢 那就错了 这就很错了 所以可以针对这个事情 去问一问 好 后面这位 安仲 是不是都可以啊 你刚刚不是 谢谢 就是一个工作问题 我们少林寺 经常有人往这里放佛像 还不仅我们同意 放的乱把气球 哪里都是 然后各有各的法门 各有各的中派 我们拿下来吧 又不高兴 昨天又放了一个 什么布袋斧 没有手的 你说这个事以后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也弄到垃圾桶里 还是 是很麻烦呢 好 谢谢 我想如果是正确的 三宝的形象 我们是可以放 但是不是属于三宝的形象 他可能是一个护法神 或是各宗教的神 基本上老实说 你把佛像给弄掉了 他不会怪你 但是你把这些护法神弄掉了 他会找你 因为佛是慈悲的 那这些神呢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叫 鬼神难度 那怎么办 不是 基本上就是说 有些寺庙是这么处理的 就是说 你什么神都没关系 希望你成为护法神 所以 他们会把正式的佛像 还是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然后呢 把这些护法神呢 他们会另外一个 成为护法 除非你真的是 满满的 那再说了 对 太多了 我想像我一样 我以前刚出家的寺庙 我读了书 念的念珠 都是死掉的人的 为什么 他们这个老爸爸死了 他就把他 所有的东西 就搬到寺庙来 然后他人就跑了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也是代表人家尊重 因为他知道这是 这是宗教物 他不应该乱丢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听说少林寺很慈悲 这他认为 寺庙要慈悲 然后他就给你放在那边 那我想寺庙 他应该可以分类 这些是属于三宝形象 我们就帮你摆好 对不对 然后这些属于护法神呢 我们放在护法的位置 所以只是因为可能场地的问题吧 对啊 场地的问题 但是 但是不能把他丢在垃圾 如果可以丢 他就自己丢了 不用你来丢 他就是不敢丢 然后如果你敢丢 那也很勇敢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感应吧 要我不会啦 我会把他拿过来念念经 称为护法 然后再给他 如果他已经断手断脚 我会把他包起来 因为断手断脚 不能拿来拜 谢谢啊 谢谢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11月8号星期三 小神通月功德日 山行与恶行程十万兆备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药拱 继梁黄圆满日 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您的电话 您的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11月10日至11月19日 印尼弘法行程 11月11日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摘除罪一千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备 上午九点 印尼雅加达 Jaski Cafe Bandai Murdiyala 放生活动 11月12日星期日 念地藏菩萨 卢舍纳佛 持摘除罪一千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备 上午八点半 印尼雅加达 瑜伽村餐厅 八观栽戒 点灯 供水 幼供 及慈悲诗时法会 11月13日星期一 小神通月 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百兆备 印尼雅加达 慈悲关怀 残疾孤儿院 11月14日星期二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备 下午两点 印尼雅加达 太公陵园 甘露时时 11月15日星期三 念阿弥陀佛 持摘除罪九十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备 晚上七点 印尼仙达 心福禅寺 佛法讲座 11月16日星期四 要是佛圣诞 念释迦摩尼佛 持摘除罪八千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备 上午九点 印尼仙达 心福禅寺 要是佛 诞辰法会圆满日 11月18日星期六 念定光如来 持摘除罪四十节 小神通月 释迦摩尼佛 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九十万兆备 下午四点半 印尼绵兰 放生祭慈悲施食 11月19日星期日 等持如来 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一百倍 上午九点 印尼绵兰 八观栽解 11月20日 至11月30日 马来西亚 红法行程 11月21日星期二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 居然揉佛 慈悲甘露诗食法会 11月22日星期三 达摩祖师圣诞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 文律玉佛寺 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幼拱 即慈悲施食 超度法会 11月24日星期五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柔佛 利明达小学 冷气礼堂 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药贡 即慈悲施食 超度法会 禁邀十方大德 踊跃 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 新竹地区举办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妖拱 即梁黄圆满日 大摩山慈悲施食 超度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8日星期三 上午十点 地点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地址 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7号 点的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未能珍惜海涛大和尚 亲临主法的殊胜法源 台中五方讲堂于日前 敬邀大和尚为中部地区 八观摘界 即慈悲施食法会主法 并请大和尚为大随求 菩萨开光仪式慈悲主法 法会当天 仍永如知 祈愿借此殊胜法源 成就万众善行大愿 利益六道众生 回为秋风中 风马骑高高扬送佛法的慈悲 与会众人 或忙着招请个人历代祖先 冤亲债主等来临法会 文法授时 或请于书写消灾牌位 与超度联位 或合掌绕塔 祈愿借由受持八观摘界 精进修行 陪伏真会 两立名扬 当天法会现场 人潮踊跃 作物虚席 在大和尚的慈悲带领下 众等受持八观摘界 清静三叶 为一日一夜之 幽婆色幽婆仪 并随法师 熏修各种利益众生的慈悲法门 应允慈悲法言 上供诸佛菩萨 下施六道有缘众生 佛经是叫你放下佛经 叫佛经 什么意思 你看完佛经 你什么都要放下 因为它只是一个方便 那这个佛经仪轨 它是要你用在 用在日常生活 待能救 而不是执着在佛经 执着在咒语 所以你念阿弥陀经 搞老半天就叫你不要这个事件 叫阿弥陀经 它要你去追求一个圆满的 身口意义的境界 但是不只作为这个事件 但是呢 却不舍弃这个事件 所以而不是说 我用阿弥陀经度人 其他经我都不度 那这样就不够广大慈悲 所以观世音菩萨显现的各种形象 包括大学求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显现 很多祖师大德都是观音的化身 可以化成男人 化成女人 化成国王 但是他不见得要 他是以慈悲心 而不是他的相 所以凡所有相 就是虚妄 假的 八观灾界 华阴经 观音仪轨 这个法相也是幻化的 为什么 他是借你 你修观音仪轨 你修 黄音经 而改变了人格的思想 而不是说 执着在那个上面 这个听得懂吗 所以这一点 但是所以如果你读了经典 或是各位今天瘦的八观才见 回去 你老婆 你老公说 那都不一样 你也没什么变 走路去站站 东西乱丢 没有什么一样的 特别改变 那修这个法 有什么特别呢 所以你要让 非佛教徒 了解 你是一个学佛的人 在各种方面 足以让他学习 释迦牟尼佛 往走路就可以度重生 对不对 马圣比丘 走两步就度了摄利佛 所以佛陀 也有各种的方法的显现 那我们今天受八观才界 就恢复到最清净的 身口意义的状态 站在菩萨界 今天也如一尊佛一样 当天法会上 大和尚也为五方讲堂 大随求菩萨开光仪式 慈悲诸法 同时借由佛像开光仪式 祈愿佛光 因化 娑婆六到五始节以来 造作三页的万众万元 还原众生 佛性本具的清净自觉 生命电视台中 古方讲堂慈悲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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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